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鹅洞位于中正公园旁 一般游客不会来到此处临近的天鹅洞 入国处有余悠任先生的对联 近到此处可以感受到文化的气息 在造景池的旁边有闪状圆柱形的天鹅亭 从天鹅亭可以看到八角楼台的翼翠亭 再往下看有余造型的水池 继续往前走会看到早圣宫的路口处 在每个连结的通道十柱都有文人雅士所留对联 继续往前走靠岩壁有永溪堂春辉亭 每个亭柱都有文人诗词对联 八面玲珑的早起亭 以及江培桂先生的书像 在每年到了三樱花盛开时 就会吸引人们前来赏音 更吸引了摄影爱好者来拍摄 天鹅洞以前是文人雅士聚居地 目前只剩下早起会跟民众在此食用这个地方 看得出来有一段历史的轨迹 中正公园城市全台八大景观之一 最富有内涵 最富有诗情画意的圣景 就是小而美的天鹅洞 在50年代曾经是台湾艺文界聚会的重要场所 许多步道可以通往典雅的停格 堪称台湾第一文学步道 鼎盛时期过后 义文界逐渐减少在此活动 天鹅洞早年许多台湾诗书界的前辈 留下非常多雅籍和对联 大大提升了基隆的文化水准 此处更是全台保留最多吟诗提杯的文化 这是基隆文化理应最丰富的地方 但愿温人雅士再度动起来 使此处文化基地成为旅人寻觅之处 公民记者刘顺德基隆报道